刘仲敬 何谓国民 国民这个概念 可以说是处于现代政治建构的核心位置 大概在1800年以前 国民这个词还没有很确切的定义 但是现在国际体系既然以民族国家为正统 基本上的政治模式和政治实体都以这个概念为想象的核心 所以我们有必要追溯一下 这个词在欧洲以来最早的起源 可以说在18世纪 甚至是在更早的时间内 国民这个词的使用是很不规范的 它包含着许多种相互矛盾的意义 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意义就是 相对于宫廷而言的各等级 也就是相当于是产生三级会议或者是各等级会议那些主要阶级的范围 上线不包括国王级左右的庭臣系统 下线不包括完全没有私有财产的人 用现在的阶级词汇来描绘的话 就是相当于是从最基础的乡村有产阶级往上 经过市民阶级 以贵族和乡绅为主 但是达不到宫廷左右那个高度的一个社会集团 如果按照17世纪英格兰亡国时期的社会结构来判断的话 这个可以称之为国民的社会集团 相当于英格兰亡国和苏格兰亡国人口的大概四分之一左右 这个数字大概是可以有波动的 但是最多的情况下恐怕也达不到总人口的半数 因为英格兰亡国的人口的半数甚至是更多一部分居民 他们所占有的土地大概达不到20海德 或者是40海德的范围内 海德在古英语里最初指家庭 后指足够养活一家自耕农所需的土地 依海德约80到120英亩 他们被认为是没有充分的政治责任能力 没有资格参加国会选举 所以他们不具备有产生各等级会议代表的资格 按照当时的国民的概念来看的话 这些居于社会底层的人 应该没有资格被看作国民 国民这个概念 在近代以前的100多年的时间内 主要是代表一个相对于宫廷的概念 所以谁代表宫廷 谁代表国民 宫廷的利益和国民的利益又有什么分歧 就是当时宪法问题的核心 英法两国在他们塑造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间 经常会出现所谓的拥护国民或者拥护国王 拥护宫廷还是拥护乡村这样的概念 这样两极的二元定义就说明了当时这两个亡国政治结构的核心问题 贵族、乡绅、市民和有产者结成一个政治集团 这个政治集团认为自己是国民的代表 和宫廷集团有所不同 甚至比宫廷成员更有资格决定帮国未来的发展 至于在宫廷和国民之下那一个完全没有受到任何教育 完全没有任何产业的 也缺乏政治意识的阶级 大家基本上都是不予考虑的 国民这个词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两王国 没有得到十分准确的定义和充分的发展 原因也就在于 他们的政治结构大致上维持在各等级共治的格局 所以国民没有面临一个单独组织政权 单独建构共同体的压力 但这种压力在法国出现了 由于法兰西共和国杀害了国王 又驱逐了普世天主教会 这使得新的政治共同体建构出现了严重的困难 效忠于国王的观念必须由 效忠于国民的观念取而代之 这一点在英格兰王国是没有必要的 但是既然要用国民作为效忠的对象 来取代国王的话 那么国民这个概念就必须要重新解释 而且要划出一条具体的边界来 在英国 我们可以看出 它的边界主要是阶级性质的 而阶级的核心就是财产 只有你有了一定的财产 所以在最基层的地方上参与正式 承担政治责任 所谓基层承担政治责任 最核心的一条就是救济本地的穷人 可想而知如果你自己就是穷人 需要别人去救济 那么你肯定不是政治共同体中一个负责任的成员 变成一个负责任的成员 就是自己至少要有一点点财产 而这一点点财产除了能养活你自己以外 还能拿出来一部分周济别人 能够做到这一点以后 你才能真正是负责任的国民的一分子 受人救济的人是没有资格做国民的 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所以说在英国 国民主要是一个阶级概念 但是在法国情况就不一样了 法国首先要解决的是 一个能够代替国王 实施统治的政治集团 他的边界应该放在哪里 在这方面 阶级的问题就不如地域的问题来得重要 可以说是 消极公民到底要穷到什么程度 才没有资格参加政治 这一点对于法兰西共和国来说不是很重要 暂时洛林的贵族或者是阿尔萨斯的市民 到底算不算法兰西国民的一部分 这是至关紧要的问题 巴黎市民可以认为我们毫无疑问就是法兰西的国民 暂时洛林人的身份政治应该怎样解决呢 阿尔萨斯 洛林地区是加洛林王朝的发祥地 长期属于神圣罗马帝国 居民大部分说德语 16到18世纪 阿尔萨斯 洛林地区被法兰西王国逐步吞并 赞保有司法 税收 贸易等方面的传统特权 斯特拉斯堡是阿尔萨斯的首府 阿尔萨斯 斯特拉斯堡的市民 他们到底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举人 还是新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民 这个问题必须刻不容缓地加以解决 在法兰西王国的时代 这个问题是可以模糊解决 甚至双重解决的 我们都知道中世纪的政治原则是多元化多层次的 它可以允许有多层次的效忠和多层次的归属 像洛林贵族 他可以同时出席法兰西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国会 这在中世纪的游戏规则中间并不算是十分特殊的 同一块领地可以有不同的多层次的领主 同一个领主也可以有多层次的陈属 因为封建观念本质上是私人契约的问题 所以这些冲突都仍然是可以解决的可控的 但是法兰西共和国创造了一种全新形式的共同体边界 这种共同体边界容不得暧昧 它必须划出非常明确的边界 像阿维尼翁这样的地方 你必须要搞清楚 你到底是教皇的土地还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土地 阿维尼翁位于今天法国东南部沃克吕兹省 1303年 教皇补尼法斯巴士被法军殴打折辱而死 1305年间 法国国王菲利四世操纵布尔多大主教任教皇 及克莱门特武士 1309年 教廷从罗马迁至阿维尼翁 受法王控制 直到1377年迁回罗马 但阿维尼翁仍属教皇领地 阿尔萨斯和洛林也容不得保持暧昧身份 说你既是法兰西人又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日尔曼人 身份必须单纯化 为什么呢 因为法兰西共和国奉行的是 像孟德斯就说的那种雅典式的 希腊共和国的观念 在这种希腊式的共和国中间 什么是主权 主权就是公民权的全体 如果你分割了公民权 那就是分割了主权 所以像雅典执政官梭伦那种 把本国人民的公民权拿给外邦人分享的做法 照古希腊的国际法和国内法来说 就相当于是一种颠覆主权的危险行动 像罗马卡拉卡拉皇帝采取的那种做法 把仅仅属于罗马的公民权 交给东方的将鲁和刑省居民 颁布安东尼乌斯设令将罗马公民权 受与罗马帝国境内除奴隶之外的所有人 这种行为就是毫无疑问的颠覆罗马共和国的暴政 公民权跟主权是一回事 法兰西王国的主权 根基于法兰西国王一生 以及法兰西君主的正统性 跟他国民的边界关系不大 但是法兰西王国变成法兰西共和国以后 改变国民的边界毫无疑问就是改变了共和国的主权 改变共和国的主权是针对共和国所在范围的最大威胁 因此公民权的身份和国民的边界 同时就要成为法兰西共和国 开辟这种新型国家最核心和最根本的问题 为此要流出许多血 为法国大革命流的很多血 我们的教科书往往告诉我们 这是封建君主敌视革命的产物 其实我们从当时的外交家的评论中就可以看出 这里面实际发生的根本性的问题就是 法兰西共和国通过颠覆法兰西君主国 三方面撕毁了当时的所有条约 本来路易十四吞并洛林和阿尔萨斯的时候 对当地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贵族 是保证了他们的特权的 他们可以继续享有他们原先在帝国的特权 但是法兰西共和国为了建立单一主权 边界确定的国民共同体 断然地撕毁了他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原有条约 同样 为了解决阿维尼翁居民的公民权问题 他断然地撕毁了历届法兰西君主和罗马教皇签订的条约 这些条约允许阿维尼翁作为特殊领地 继续受罗马教皇的管辖 而不受法兰西国家的管辖 同样的道理 拿破仑为了解放犹太人 给予犹太人与法兰西天主教徒同样的公民权和同样的身份 他必须撕毁历代法兰西先王保护犹太人所签署的特殊条约 这些条约允许犹太人共同体作为一个不受法兰西王国习惯法所管辖的特殊群体 根据自己的习惯 由自己的拉比进行统治 而平等的待遇就是取消这种自治权 所以要建立一个法兰西共和国 包括拿破仑帝国在内 他都必须在各方面撕毁 他跟欧洲列强和基本上欧洲其他所有共同体所签署的原有条约 这肯定就意味著战争 在大革命之后 拿破仑用了20年时间来重写欧洲的版图 重写欧洲的外交条约体系 为这种全新的政治共同体找到一种依据 使他在法兰西的边境之内有了一个安顿之处 但是问题并不会到此为止 国民这个概念 随住拿破仑的战争 已经跃出了法兰西的边界 而且法国的外交当局 已经开始很有意识地利用国民这个词作为武器 用来瓦解敌国的政治势力 特别是瓦解德国保守的各军侯的势力 这些军侯按照过去的封建等级制度 实行一种类似封建契约统治的体制 在这种体制下 引入国民这个概念 就会打乱原有各等级的界限 促使市民阶级和贵族 对他们和君主签订的原有契约提出危险的条件 最终引起严重的宪法危机 而这些宪法危机将会有利于法国的外交政策 同时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 也就面临住比法国的知识分子更加困惑的局面 如果说在法国 在法兰西共和国重新确立国民共同体边界 已经是这样一项非常危险的事情 需要大量的和尝时期的流血 那么这种情况在德国或者是在整个中欧会造成怎样的危险的局面呢 法兰西国民至少还可以自己划出一条线 把莱因和以西各省的居民 至少是那些居民中的有产阶级 列为法兰西国民 至少是法兰西国民的候选者 但是你应该怎样建立德意志国民 或者普鲁士国民 或者波兰国民的界限呢 首先这三个概念的界限是相互重叠的 波兰曾为普鲁士宗主国 后来又被普鲁士 奥地利 俄罗斯瓜分 柏林市民到底是德意志的国民呢 还是普鲁士的国民呢 还是只是普鲁士王国的臣民 像波兰人 他到底是波兰的国民呢 还是普鲁士国王的臣民 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国民 还是未来的可能建立的大日耳曼的国民 这是一个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提出的所有理论都是纯粹鲜艳式的 你必须相信存在那种鲜艳的民族魂 这种民族魂以某种神秘的方式 通过语言和习俗体现于各个具体的环境 否则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鲜艳性的问题所发生争议的时候 除了流血以外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其他方法能够进行解决的 可以说国民这个概念 在法兰西主要体现为国足 在中欧就变成一种更加虚无缥缈的概念 它变成了我们熟悉的民族 民族和国足有什么不同呢 法兰西的国足概念 它带有明确的主权意识 法兰西国民如果不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主权者 那么法兰西国民这个概念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这个词是从一开始创造出来 就是作为主权者的替代物创造出来的 掌握权力就是法兰西国足性格的核心部分 但是日尔曼民族的最大特点就是 它只有语言 没有边界 它没有统治权 日尔曼民族是一个没有统治权的民族概念 中欧各民族 波兰 爱沙尼亚和哥廷根学派创造出来的各民族 情况全都是这样的 他们没有统治权 没有主权 与掌握主权的军侯或者是其他政治势力 对民族这个概念 要么是不承认的 要么是干脆抱有极大的敌意的 因此 民族变成了一个像海涅说的那样 变成了一个幽灵般的存在 他生活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上 随时准备推翻现在统治世界的所有军侯 从他们身上攫取统治权 而这种革命肯定会造成长期的大量流血 海涅大概是在流亡巴黎以后 曾经预言过这种局面 他说 未来的人看到这样一场可怕的革命 就会觉得法兰西大革命砍下的滚滚人头和流下的无尽鲜血 简直像小夜曲一样的无害 过了一五十多年 我们可以看出他的预言是极其精准的 民族概念创造了一个封建 欧洲共同体和法兰西式民族国家共同体都没有办法解决的外交难题 要想把欧洲的地图修改到能够让各民族完全满意的地步 那是非得要长期流血和冲突的 东欧各国 一般来说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前后的情况下 还是一个只有居民 而没有国族或民族的地方 包括现在我们称之为俄罗斯广大民族 如果你在当时问他们 他们到底是什么民族 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他们只知道他们是沙皇的臣民和东正教徒 这就足够了 你去问土耳其 苏丹统治下的臣民 他们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这样说 我们是苏丹统治下的穆斯林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民族 民族这个概念是知识分子后来为了重建法兰西式近代国家 为他们制造出来的 制造民族的人包括两种人 一种人是想要利用1848年革命和其他所有机会 为自己的地方性小团体寻找出路的 例如像克罗地亚人这样的民族 这样的团体 他们的上层人物或者知识分子 利用革命的机会和哈布斯堡家族极具弹性的现实 把他们自己的力量奉献给王室 在帝国的政治结构中为自己赢得特殊身份 他们利用这种特殊身份作为创造民族的根本 创造民族主要是在多族群帝国的内部政治中间 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发言权 如果他们没有这个民族身份 那么相对于波西米亚人或者像匈牙利马扎尔人这样得到承认的族群相比 他们在帝国议会的发言权和争取蛋糕的力量就要受到严重的损失 仅仅是出于这种逻辑 创造民族的过程就会引起创造新民族的过程 只要开了头的从中得到一定利益 那么就无法阻止其他的族群 利用同样的程序 发明自己的民族 然后争取把自己发明的民族送进帝国的皇家典册里面去 为自己赢得永久性的身份 寻注这种途径 1848年以后 中东欧的政治地图上一下子增加了原先许多不存在的小民族 拿破仑东征的时候纳入统治的伊利里亚行省 就变成了现在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地区 而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很快就会跟他们的匈牙利贵族统治者爆发严重的冲突 如果按照法兰西市的民族概念来说 这些民族都是不大合格的 与其说是像民族 不如说是像阶级 法兰西市的民族概念就是说 比如说莱茵和以西各省的那些居民 显然他们全是法兰西人 无论你是农民还是工人还是资产者 但是在东欧的情况很绝妙 像在匈牙利 如果你说某一个人是匈牙利民族的人 这个概念其实是不对的 其实你等于就是说他这个人在社会阶级中的身份 他的身份是地主和贵族 所以他在匈牙利国会中有代表权 因此他就变成匈牙利民族 而如果他是一个农民 没有代表权 只是说当地的方言和土语的话 那么你就会说他是一个罗马尼亚人或者斯拉夫人 罗马尼亚人和斯拉夫人与其说是西欧所谓的民族身份 倒不如说是一种阶级身份 说明你是一个没有政治权利的农民 匈牙利人这个身份呢 说明你是一个会讲拉丁文 受过教育 有贵族血统 在帝国政治中享有特权的上等人 在乌克兰西部 同样的情况就出现了 说你是德国人 那就是说你是有文化的市民 说你是金乌克兰卡尔巴千山脉南部的鲁塞尼亚人 或者是乌克兰人 那就是说你是没有文化的农民 文化的 阶级的 种族的身份连在一起 就变成一种异常复杂的拼盘 在这种情况下 你不可能像法兰西那样 比如说在洛林建立一个全体法兰西人构成的共同体 不可能的 你如果要在乌克兰利沃夫建立一个波兰人的共同体 其含义就是 你要把周围乡下的乌克兰人全都赶回俄罗斯 你如果要在卡尔巴千乌克兰建立一个奥地利人的共同体 其含义也就是要把周围的鲁塞尼亚人统统赶回老家 相反的 你如果说要在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建立一个地道的 罗马尼亚的国家 你实际上的意思就是 你要对居住在城市里面的撒克逊市民和匈牙利贵族发生一场种族灭绝式的战争 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塞帝都均是坦丁堡 基本上每一个所谓的种族集团差不多都是专业集团 例如希腊人或者匈牙利原住民凡达尔人 他们都是在从事航海和外贸有关的行业 而保加利亚人多半是农夫 诸如此类 每一个所谓的西欧的那种种族集团或者民族集团的东西 在这里差不多就是一个种族集团或者说是一个阶级集团 由于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不同阶级而能够自我维持 所以仅仅这种情况就造成了 你如果在东欧建立一个比较纯粹的民族共同体 不经过一场长期的大屠杀是办不到的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巴尔干国家这样整整齐齐的边界和单纯的民族化 都是这种长期流血的结果 而且富有讽刺意义的是 最仁慈的统治者最不能解决这方面问题 最残忍的统治者 比如斯大林 对于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他的贡献就是 人为地化定边界 把波兰人赶到西面 把乌克兰人赶到东面 用这种办法制造一个纯粹的波兰国家 和一个纯粹的乌克兰国家 我想如果没有斯大林在二战以后搞的这些做法 波兰人能不能够反苏反共成功 那是一件很成问题的事情 假定波兰仍然像过去波兰立陶宛王国那样 全国只有10%的人可以称得上帝地道道的波兰贵族 很多农民是信奉东正教的乌克兰人 很希望俄罗斯来打倒波兰贵族 城市里面的商人和资产阶级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或者是德国人 对他们的宗主豪无效忠之意 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保护导要更看重一些 那么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 哪怕它有中古时期留下来的封建自由的遗产 是不是真能够建立起一个有效的 所以跟俄罗斯抗衡的民族国家 这是很难说的事情 1848年以后这一百多年 东欧就是按照刚才说的这种狼狈不堪的情况继续延续下来的 但是在欧洲以外的世界 故事以更加奇特的方式发生 欧洲以外 像土耳其帝国和波斯帝国统治的近东 民族概念本来是完全不存在的 在这种情况下 奥斯曼帝国的当地人 包括军人和知识分子 扮演了最积极的国族发明家的角色 他们觉得既然西方国家是根据这种逻辑才实现了近代化 才享有了对东方的统治权 那么东方实现近代化的必由之路就是 首先我们要创造自己的国族 如果说是法兰西人有法兰西人的民族的话 那奥斯曼帝国是不是也应该有奥斯曼民族 要么至少也应该有土耳其民族 但是建立奥斯曼民族还是建立土耳其民族 这又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 建立奥斯曼民族就是意味着 把奥斯曼帝国的全体居民 不管他是亚美尼亚人 正教会的信徒 还是埃及的科普特教徒 或者是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人的势力 统统变成一个奥斯曼民族 这个野心就像是梁启超的中华民族一样的庞大 另一个野心比较小的计划就是 仅仅满足于以安纳托利亚的穆斯林为核心 建立一个土耳其民族 至于希腊人呢 科普特人呢 亚美尼亚人呢 阿拉伯人那些人 就让他们自己去吧 让他们在帝国的边缘 作为边缘的少数民族而存在 依靠帝国的机密来统治他们 实在不行就让一部分没有办法统治的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国土范围 这两种路线就是所谓的奥斯曼主义路线和突厥主义路线 在中东经过长期的斗争 最后的结果并不符合双方任何一方的希望 而是由于土耳其自身战败的结果 他很不情愿帝实现了国家的解体 并不情愿帝将基督徒的阿拉伯人和其他大多数族群居住的土地统统割让出去 只是将安纳托利亚这个核心还有一点点亚美尼亚和霍尔德人的土地 在这个残余的基础上 青年土耳其党本著突厥主义的原则建立了一个土耳其共和国 青年土耳其党是泛突厥主义的主要政治组织 通过军事政变控制了土耳其帝国 压制亲英和主张联邦的自由协和党 依靠德国的支持推行中央集权化改革 废除国内少数民族的自治权 采取挑衅是外交政策 最终同时向英俄两国宣战 导致奥斯曼帝国解体 但是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 因为土耳其内部的族群认同和宗教身份认同 以及少数民族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但是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的成功 而是因为他们的失败 他们的版图大大缩小了 极大地减少了他们问题的难度 中东留下来的其他国家 也是一个地理上拼凑起来的 实际上没有什么共同体建构中 面临的严重问题的地方 在这些地方 只要有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还在维持 它的大体上的秩序和基本政治资源 还能够得到保证 一旦殖民主义势力退出的话 它马上就会暴露出自己的问题 根本不是什么民族不民族 或者是社会主义不社会主义的问题 它的根本的问题就是 没有办法建立有效的共同体 这件事情通过解体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你怎么可能在解体以后处理 像亚述人这样人数极少的基督教民族 他们没有办法在一片连续的领土上 建立自己的国家 一个哪怕是极小的邦国 而任何建立同志性共同体的企图都意味着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对其他少数民族进行一场大屠杀才能解决 由于中东至今还没有产生一个像斯大林那样擅长于搞大流放和大屠杀的领袖 所以中东目前的共同体问题仍然无法解决 如果我们要从政治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 从根本上来讲 我们只能承认 以共同体和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这块土地上是不能适用的 在这块土地上 真正能够实现勉强的法律和秩序的体制 只有帝国体制和殖民主义体制这两种 其他的体制实际上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民主的问题在中东是不存在的 因为民主是在共同体已经建立以后 在共同体内部进行权力分割的问题 就好像说 如果你是女人 你才可以说是 你在怀孕的时候应该吃什么药的问题 如果你连女人都不是的话 你根本不必考虑怀孕不怀孕的问题 如果你连共同体都没有的话 你根本就不用考虑共同体内部是实行民主政体还是实行其他政体的问题 这都是多余的事情 世界历史从1848年以后向东方不断转移 大概在20世纪初的时候来到中国 就产生了众所周知的梁启超的中华民族建构 以至于经过几十年折腾不已的问题 中华民族到底是五族共和呢 还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呢 是多元一体呢 还是怎么样解决问题 这些高调和低调实际上都暴露出一个非常核心的重大问题 就是说按照法兰西使民族国家的概念在远东重建政治结构 政治想象的问题 遇到了极大的麻烦 任何一种解决方式都会引起无穷无尽的矛盾 现在我们的情况之所以还能够维持 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发展比起奥斯曼帝国来说还要晚了50年 倒不是说中华民国以来的政治家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 比起青年土耳其党和自由协和党来说有多大的优越性 有很多问题之所以没有真正爆发出来 是因为它还没有被挑明 当时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真正问题 比如说像粤语这样的东西 你敢指明它到底是一种语言还是方言吗 任何欧洲语言都有它们那种语言的载体 汉语、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历史和命运共同体这些东西 依靠近代这短短100年的时间制造出来的神话 没有哪一项是经得住认真的历史学家仔细推敲的 只要一推敲就会发现无穷无尽的漏洞 建构上的困难会导致非常危险的结果 这种危险的结果绝不仅仅只限于充满穆斯林和佛教徒的西北和西南边境 如果你通过挪威人如何从丹麦独立出来的那种经历来考察中国内地各个族群的话 那么哪怕是仅仅是四川这一个省份 毫无疑问你就可以鉴别出几十种不同的语言 这些几十种不同的语言之间的差别 比起挪威语和丹麦语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差别来说 实际上是算不上什么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你只有用一种类似神圣罗马帝国和奥斯曼主义的模糊措施来逃避这个问题 但逃避问题是有代价的 我们都知道从法国革命以来的政治经验就是 除了美国是一个特殊国家以外 欧亚大陆上的所有国家 以及整个国际体系都是建立在国民共同体基础上的 如果国民的边界不能理清的话 那么权力就得不到落实 这就是意味着 像是在奥斯曼帝国最终解体以前 以及像中国和伊朗现在这种情况下 国民的权力只能是一个抽象的模糊的政治概念 像是古代的天道概念那样 不能够真正变成具体的 通过习惯法来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 这种具体的落实会引起许多无穷无尽的麻烦 同样 中国和他周边邻国之间的关系 和东亚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 也始终处在十分不明朗的状况下 因为中国没有办法实现他的自我定位 他自身创立国民国家的进程受阻 这就意味着他在国际社会中的自我认同 和国际融入都要遇到严重的困难 他与周边各国之间难以发展正常的关系 这种情况非常类似于俄罗斯和前苏联各国之间的关系 俄罗斯之所以没有办法跟乌克兰 格鲁吉亚和其他国家发展正常关系 根本原因就是 他自己处在一个定位混乱的状态 比如爱沙尼亚人和乌克兰人 他已经不可能抱有帝国的野心 他的地位已经很明确了 他就是一个地方性的邦国 这都是可以在领土 边界和条约体系这些问题上做出具体调整的 调整完了以后 他就是一个小型的地方性邦国 但是俄罗斯面临住帝国的危险历程 他始终没有办法鉴别 自己到底是像乌克兰或法兰西那样一个地方性邦国呢 还是伟大帝国的继承者 还是具有其他什么神秘的身份 就像托斯托耶夫斯基和东正教徒所主张的那样 他应该具有一种俄罗斯的特殊性和俄罗斯的特殊使命 跟美国特殊论和美国天命论形成有力的对比 中国方面现在面临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什么是根本问题 有些时候大家说是民族问题或者说是宪法问题 其实相对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限制问题和民族问题根本上没有这么复杂 因为限制和民族都是在已经确立了边界以后的状态 在边界已经确定以后 在共同体内部 在划分权力和政治结构的过程上 在哪一方面多一点哪一方面少一点 其实都是比较容易调整的东西 真正痛苦而残忍危险的斗争 发生在身份认同这一方面 中国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间勉强逃避 但是终究逃避不过去的 实际上归根结底还是这一关 我们可以合理的预言 在未来的几代人当中 前几代人勉强回避过去的问题 最终还是要面临残酷的决断 无论哪一种决断 都要做出极大的牺牲 跟这种牺牲相比起来 所谓各党派之间的斗争呢 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呢 君主制和共和制之间的斗争呢 联邦制和中央集权的斗争都算不上什么 都可以算是和风系于小打小闹的东西 就我自己反复推演的结果来看的话 我确实看不出 像这种复杂的危险的问题 能够通过某种含糊或者暧昧的 或者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方式 能够最终获得解决 恐怕我们今天羡慕的大多数先进国家 所谓的民主的文明的国家 都是在他们历史的比较早期 通过某种极其残酷的手段 实现了认同政治的决断 以后才有今天的 如果你仔细翻一下他们历史那一段最痛苦的阶段的话 你总会碰见相当于斯大林或者是诸如此类的残酷人物 用外科手术的方式替他们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 好 我说的就是这样 全文完 刘仲敬先生2014年9月28日深圳经报名人演讲周讲座 全文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